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苏打粉,又叫做小苏打 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味料 在家中没有酵母粉的时候 用来代替发面使用 同时,小苏打是一种富含碱性的物质 除了可以当调味料以外 它还有很多显为人知的用处 这些用处可以解决不少人的难言之隐 却常常被大家忽略 小苏打的用处一,预防搅气 小苏打具有吸收水分和吸附异味的功能 用小苏打泡脚可以吸收因为出汗引发的脚臭味 而且小苏打是碱性的,可以抑制真菌生长 产生脚气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真菌感染 所以用小苏打泡脚还能起到预防搅气的效果 如果脚部已经出现真菌感染的情况 可以准备一个容器 倒入适量的小苏打 然后加入少量的清水 搅拌成糊状 直接涂抹在脚上有真菌感染的地方 静置20分钟 用清水清洗干净 这样就能有效地抑制脚气带来的困扰 小苏打的用处二 去死皮 小苏打的主要物质是碳酸氢钠 是一种碱性物质 一般来说碱性的物质都有一定的清洁能力 所以用小苏打泡脚 可以去除脚底的死皮 让肌肤变得更加干净 只需要准备一盆温水 倒入适量的小苏打 再滴入几滴白醋 把脚放进盆里浸泡一会儿 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脚上的死皮 小苏打的用处三 止痒 夏天时常会出现被蚊虫钉咬的情况 被咬后总是起痒难忍 这个时候可以喷一些小苏打水 在蚊虫钉咬过的地方 就能有效地止痒 因为蚊虫钉咬后 会在我们的皮肤内留下一些酸性物质 用小苏打水喷一喷 正好酸碱中和 消除痛痒 只需要将少量的小苏打 加入清水稀释后 将小苏打水喷在幻处即可 小苏打其他妙用 一、美白牙齿 小苏打有美白牙齿的效果 可以当作牙膏来使用 可以把小苏打直接放在牙刷上面 然后刷牙 大概一周就可以看见牙齿明显的白了很多 而且小苏打也可以去痘痘 把小苏打里面放一点点的水 然后直接涂抹在痘痘上面就可以了 二、鞋子除异味 将少量苏打粉直接洒入长筒靴 运动鞋 或因常穿而易有异味 湿气的鞋中 苏打粉会吸收湿气和异味 不一会儿鞋子就会变得干爽 无异味 二、只需在下次穿上之前 把多余的苏打粉倒出来即可 三、清洗除锯锅底污垢 食物主胶往往令人烦恼 食物得丢 胶锅得洗 不想用那么多清洁剂的话 你可以用一块海绵 蘸些苏打粉 然后用力擦拭 把烧焦部分去除 如果严重烧焦 你可以改用砂纸 配合苏打粉 即可有效去除烧焦污垢 遇到烧焦发黑的不锈钢锅子 也可以用这种不锈钢清洁膏 只要稍微沾点膏体 稍微用力擦一擦 淤积的陈年老灰 立马就掉了一层 露出了锅体原有的金属光泽 半个锅都闪闪亮亮的 跟新的一样 4.清洁抽油烟机 今天告诉大家的清理油烟机的方法 十分的简单 不用拆油烟机的网罩 也不用做什么其他的准备 只要一块抹布 一个喷壶 白醋 芽膏 还有小苏打就可以了 把牙膏挤入喷壶里 不用很多 也就和我们刷牙的时候 使用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把一些小苏打倒入其中 加入适量的白醋 再加上水 盖上喷壶盖 用力地摇晃均匀 这样一壶特制的清洁剂就做好了 它对于油烟机里的油污 有着良好的驱除效果 5.清除茶杯和茶壶污垢 用湿清洁布 沾取少许的小苏打粉 用以擦拭 占有茶垢的部分 效果绝对比任何方法 或清洁剂都来得快速 而且完全不会刮花茶杯和茶壶 6.除湿 与吸收恶臭一样 小苏打还有吸收水分的作用 非常适合作为橱柜的除臭剂 以及用于制作协用防潮除臭包 7.通下水道 下水道堵塞 是家里比较经常见到的一个问题 在厨房里洗菜淘米 有些残留就会进入下水道里面 尤其是洗盘子的时候 经常剩菜 有的人懒得清理 就更会堵塞下水道 一般下水道堵了 还得喊人过来清理 这清理还得花钱 这时候我们的小苏打登场了 拿一把小苏打加白醋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下水道里 浸泡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小苏打净剂 1.剂过量食用 小苏打中含碳酸氢钠 属于碱性物质 少量服用对身体没有太多的危害 如果人长期大量服用 有可能会使服用者 出现精神不集中 精神萎靡 肌肉疼痛 抽搐 麻木以及偏头痛的现象 还会导致体内纳负荷 超过身体可承载量 从而影响到心脏功能 使身体的血管变薄 易脆 另外 小苏打食用过多 会使胃酸分泌酸碱失衡 导致胃粘膜 长期处于碱性环境中 容易出现胃蠕动过缓 导致消化不良 严重的还会出现胃痛 胃症等一系列症状 2.禁忌人群 1.消化性溃疡病患者 因为小苏打内浮食 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 会增加病人胃内的压力 刺激胃溃疡病人的溃疡面 甚至有产生胃穿孔的危险 2.痛风患者不宜长服小苏打 痛风患者服用小苏打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让尿液达到碱化效果 这样就能够促进尿酸顺利排出 在预防肾结石出现的方面 有比较突出的效果 也能够减轻尿酸炎对人体肾脏功能带来的损害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并不能够将小苏打当作长期使用的酱尿酸药物 不然就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 哪怕是食品级的小苏打 如长期服用会对患者的精神系统 消化系统 心血管系统 泌尿系统 产生不利的影响 3.胃溃疡 胃穿孔的人 小苏打内服食会在身体里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些二氧化碳气体会增加胃内压强 对于有胃溃疡 胃穿孔的病人 会刺激病情 甚至增加胃癌的危险 3.食用小苏打能不能直接泡水喝 但可以少量饮用 小苏打的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 比较易溶于水 一般用于食品制作过程中的蓬松剂 如在大批量生产馒头 油条等食品时 常把苏打粉、溶水拌入面中 热后分解成碳酸钠、二氧化碳和水 二氧化碳和水蒸汽溢出 可致食品更加蓬松 平时也可以将食用小苏打泡水喝 口服小苏打可以与胃酸有效中和 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用量在2%左右为宜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